這是她的人生中第一場演唱會吧 對 真的嗎 為什麼之前不帶她去看杰倫訓練一下 因為搶得到 誰搶得到 五月天的好搶啊 沒有搶到百度黃流 好啦那個 我們破例我們看影片好不好 為了妹妹 爸爸做了一次不好的示範 好不好 破例 爸爸叫什麼名字 郭勇哲不是嗎 他有自己的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某文 你某文 我們拿寫起來 下次再拿黃鈴票的話 很聰明一點 旁白哥報報 五月天學演廣州粉絲老師招買黃牛啊 警察當場衝進觀眾席盤查問話 我們是 歡迎大家來到五月天 諾亞方船廣州站 謝謝阿信幫忙報完人事實地物哈 而且呢 我們的石頭呢 已經把衣服給沖掉了 五月天最搞笑的talking也沒少 裙子是可以脫的嗎 裙子裡面是什麼 沒有東西 裙子裡面沒有東西 裙子裡面是空的 不可以 是空的 連器官都沒有 有有有內褲 有內褲 時間都停了 他們都會來了 懷念在身上 等你的外套 我不管你是誰的 誰是你的 我是我的人 心跳到此 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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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活著 唉唷 歌好聽 竟然還是其次呢 此番最噴飯的talking 竟然是點歌環節 台下歌迷爸爸抱女兒 疑似跑錯棚 點播陳奕迅孤勇者 接著做到真正的自爆了 你要聽什麼 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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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覺得今天妹妹真的是一個 對 對 沒有 因為今天那個唱 這是她的人生中第一場演唱會吧 對 對 真的嗎 為什麼之前不帶她去看杰倫訓練一下 因為搶得到 誰搶得到 誰搶得到 五月天的好搶喔 誰搶得到 沒有搶到 百度黃流 好啦 那個 我們破例我們看影片好不好 為了妹妹 我們爸爸做了一次 不好的示範 好不好 我們破例 爸爸叫什麼名字 郭勇哲 不是嗎 他有自己的名字 他有自己的名字 爸爸叫什麼名字 柯文 你柯文喔 我們拿寫起來 下次再等黃流 的話 太老實了吧 廣州鄉民全校瘋了 在群聊裡live實況報導後續 於是老實的何文下場出來了 有個警察穿越茫茫人海抓到了何文 請他出示購票證明與付款方式 三立娛樂新聞中國之大無奇不有報導